这节课我们画一个从上往下飞的马群 先画出马群的脑袋 把这个脑袋画的比较纤细一些 之后用很细的毛笔开始刻画他的嘴 眼睛 把圈出来 这个地方呢后面呢 稍微看法一下 这是它的塞板 这是眼 下面过来 这时候我们可以用那个 黑色的小毛笔 先把这个这个翅膀的灵魂稍微勾一下啊 飞出来 这是那个翅膀啊 这是灵魂啊 我们再用 淡点的毛笔 勾出它的这个 腹部 淡墨啊 淡墨 这个地方呢是腿 这时候我们就要用这个腿 折势的颜色 先把这个黑色啊 先把这个 一二三 一二三 扫一下 一片 这个地方呢用这种扫 好 这个地方用这样一二三 嗯 这点 这点 这时候呢 这边地方应该是用折势的颜色 调整一下啊 背部 背部 这边呢是尾巴 啊 那背部 再用这个细笔 看下来 加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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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加一点 好 再点点 这这个 这个角这个地方啊 喷出来 这个麻雀是从上往下飞下来的啊 这上面呢 我再用点竹子 画几个竹子啊 叫它把画面 小竹子 这边呢再画两个 大点的 这边竹子 这边竹子 我下下完呢 就不用画了 直接上上上手竹竹子 铸银 是 竹林雀影 这马下嘴应该还在加点颜色 加点绿色 绿灰 红色 加点绿色